在上一段节目中介绍的美观又具环保概念的抽油烟机 相信许多人看了都很心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开放式厨房 该如何选择一套适合自己的家中空间的储具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教达人来教您选择出最适合的储具 对于习惯大火快炒的国人来说 抽油烟机洗礼够不够往往是采购时的第一考量 但走进卖场一看抽油烟机有好多种 隐藏系列 身照系列 鞋背系列 还有轻巧系列 看得眼花缭乱 到底哪台才能打造我的梦幻厨房呢 如果是跟着厨具买应该是听厨具设计师的建议 但是消费者你有几个判断 第一个你是重度使用者还是轻度使用者 你要的是外形的美观还是要功能的强大 这个是有一些选择性 如果说你选择是要很强大的功能 我每天都要煮 我一天煮三餐 甚至加上点心消息 一天要煮午餐 我们会建立采用比较属于传统深柜型 因为它的吸力跟集烟面积都会比较庞大 那如果你是一个轻度使用者 我只是说希望厨房佩佩亮亮的客人来 可以感受我们家庭的生活品质 那像这一类的 这一类我们叫做烟囱型的除油烟机 它就比较属于欧式的造型 它搭配厨具会比较美观 感觉比较科技 比较现代 那就看消费者的需求 那以现在的购买习惯 如果你只是单纯买一条油烟机 可能原来是哪一类的 就大概要买哪一类 因为它有安装尺寸的限制 那如果你是跟着厨具 我是整套厨具换掉 那你可能就要跟厨具设计师来沟通 你的使用习惯要搭配哪一个除油烟机 可以让你的整个厨具的造型更完整更整理 大概是这样的方式 抽油烟机是厨房的灵魂 在为家人准备三餐的同时 抽油烟机的噪音可不能太大 CNS规定 据抽油烟机100公分处的噪音值 应在65dB以下 另外极有力要好 不能煮完饭后还要忙着清理滴下来的油渍 如果是厨房的重度使用者 每天要大火炒菜油烟多 建议你还是要使用有油网的抽油烟机 免得每天和油渍作战 我们一定有油网 因为中式的主食习惯的油烟会比较重 那我们看到欧式的厨具 欧式的油烟机 它们是所谓平网式的 平网式它没有集油杯 它的所有的油烟都会集中在那个网里面 那如果以我们中式的主食的话 大概你一个礼拜没有把它拿下来洗 大概油就会滴下来 因为它油很重 它没有集油杯 如果你们有在主食的你就知道 你那个油杯煮一餐就有一层油在上面 以中式的主食来讲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油渍机一定要有油网 就是把油先过滤先集中 让油渍机里面的马达 不会因为卡油而承受过重 让它的吸力可以长时间保持在稳定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欧式的外观 你看我们这个油渍机 它的外观是属于一个超博隐强化 它也是很符合欧式系统熟悉的设计的需求 但是它的功能 我们就必须是中国式的客人 说到清理 烘碗机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 除了最基本的烘干功能外 新一代的烘碗机还具有臭氧杀菌 除臭除霉 容量大 节省空间等优势 搭配厨房整体设计后 也能为空间加分不少 成为现代厨房不可或缺的配备之一 因为中式的餐盘会比较油腻 所以一般中式的家庭比较用不习惯洗碗机 但是我们却需要一个比较有兼具收纳清洁消毒的一个储茫碗盘的一个地方 所以烘碗机的市场反而是在台湾或是在中国是比较大的 反而我们洗碗机的市场是比较小 因为是使用习惯的不一样 像我们这一系列的洗碗机它有各种形式 像这个就是所谓的下迁迁门式的洗碗机 烘碗机 它的容量也是相当大 这个是一种形式 第二种就是这种所谓的嵌入式的搓地形的 它也是一个大容量的一个洗碗机 另外还有 你们拍不到 后面还有吊挂型的 吊挂型的 各式各种不一样的一个造型 来满足厨具设计在美感上的需求 但是我强调它的功能还是中国式的功能 以上这些都是大型厨具 其实厨房最不可轻忽的是小地方 像是水槽经常湿湿的 很容易滋生污垢 您有没有想过 这可能跟水龙头的设计有关 专门制造精品水龙头的盛态公司 为厨房打造了一体成型的水龙头 减少藏污纳垢的细缝 让厨房更干净利落 我们最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 其实水龙头在厨房 它是很比较容易弄脏 那该怎么让它在清洗上是比较方便 因为你用完之后 你整个厨房环境一定都会一片混乱 你必须把它全入电 那水龙头它也是一个 你要在整理上就必须花很多时间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说 在很多细节上我们用了结构 很特殊结构去 只为了让它整体的线条更简单 像比如说一般它是 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上面的管子可以做旋转 但是这一支它是整支本体都在旋转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说它整支连这边的盖子 它都是没有细缝 那你整个就像一般的水龙头 它在细缝上卡伤屋的那个机率是非常高 那我们把这个细缝去除掉之后 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可以节省清洁剂的使用 这对环境来讲是比较环保的 对啊然后在清洗上面比较省时间 很多厨房水龙头都能转来转去 但这款得到台湾精品奖的Charming系列 不仅能转还是从头到底全部转 生态公司在设计时将特殊的旋转结构 藏入龙头本体内部 让整个龙头就是一个旋转件 经过特殊设计的旋转结构 使用者在操作时毫不费力就可旋转随意使用 那一般我们的厨房的洗涤槽 一般都是一个单一个洗涤槽 而且可能在国内看到也是比较小型 那当然现在就是台湾国内也开始有一些 它重视在厨房的一个装潢 那它用到的可能是中导式的 就是对中间独立一个洗涤 一个工作吧台嘛 那它可能会有两个洗涤槽 或者是洗涤槽比较大 我们的第一我们的本体它是可以旋转 就是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说你当你拿大型的玻璃 要放进去的时候 你可能会去撞到水龙头 那它可以先移动 再放进去槽子 再把水龙头做水口移回来 这是一个优点 那第二个优点就是说 当你有两个洗涤槽的时候 它是装在中间的 就是它可以左边 右边的洗涤槽都可以兼顾得到 但是当然就是说洗涤槽大的话 你还是有一些角落 比较没有办法去顾及到 简洁的造型 没有多余的线条 水龙头把手与出水口 有着椭圆的外形 和些微凸起的湖面 就像精心琢磨的宝石一样 散发着沉浸优雅的气息 为整个厨房空间增添一份品味 它是可以这样子上下搬动的 那这个把手它只有90度 因为这两个是 一个控制门队 一个控制厄阻 那这一个它是可以混合 所以说它在操作上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这一个多了一个 一个不一样的方向的操动 所以你必须让它长度稍微长一点 那因为力矩的关系 你在搬动的时候就比较省力 对我们所有的把手就是为了让使用者 他在操作的时候可以觉得说 我不需要很费力的就可以去开机 或者去关机 以达到一个人民上的效果 贴心的设计 清新的外观 一个水龙头便能让全家人都爱不释手 台湾的精品就是这么值得骄傲 对一支水龙头的设计 我们会考虑到很多很层面的东西 那我们希望是很推薦的去让消耗者感受到说 我们每一样的设计都是为了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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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